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銀行股風暴,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431點 收報23,311點 成交有1171億 今日港股進一步下跌 其實在星期一和大家講視頻時都講到 恆指可能要跌到下去回補 上升裂口大概23,100至23,500之間 現在正在回補上升裂口 回補了沒有? 上未完全回補了 所以有機會進一步下跌 甚至乎回補完這個裂口 都未必一定指到射 因為現在有新的形勢 其實不關科技股的事 原本大家很怕是科技股會不會升得太多 拖累市下跌 現在來看 不是科技股出事 是銀行股出事 是環球銀行股都有風險 稍後再跟大家講這個題目 銀行股風暴 現在還是看看恆新指數 大家看看這幅圖 星期一和大家講的時候 要補上升裂口 這個上升裂口 是大概23,100至23,500之間 至今近233 Guild Guild Guildimet��니 至至最後最低根植住232 最低是232,25 接近230.89 上升23,100還是21,700 下一步 減少少補了 如果現在沒有太大的風險 補了這個裂口也差不多了 就算再跌下去,5月29日這一天 做裂口底的那一天 最多你落去那天的底,2、2、7 跌穿2萬3,差不多 震一震也夠 但是,今時的形勢變得,是銀行股出事 銀行股爆到七彩,可以說是 銀行股再一次出現風暴 大家都記得,2008年金融海嘯是銀行出事 2011年、2012年,那時是歐洲銀行股出事 即是歐債危機 2008年美國銀行出事 2011年歐洲銀行出事 兩次都搞到港股一身矮 賠跌得很金 今次的情況,環球銀行股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現在可能都是初步的情況 會不會演變成一個很大的爆到七彩 大家要密切關心 你看到港股現在下來回補裂口 差不多回補了 真的如果回裂口都未得 退守一級,就要去到22,500區 恐防23,000失守之後都未得 要去到225,000 225,000之後 當然,最低是3月21,100多點 現在不要說到這麼遠 看著23,000、225,000這些位置 即是回補了上升裂口之後 有機會23,000到225,000 另外一個指標大家要留意的就是美匯指數 美匯指數頭肩底 現在頭肩底上去之後 大概可以去到95.6 即是回到6月時的低位95.7的水平 即是反彈上來,是這個阻力 OK 今天不和大家看美股的形勢 其實美股現在回落後 也就是收到這些錢趴回頭 去槓桿也好 那些土色價值平倉也好 什麼都好 美匯指數反彈,則不利新興市場 港股在內 也是一個避險的指標 現在衝上去 所以不利港股 大家要小心這件事 科技股今天都跌的 但不是主角 最近的主角始終都是銀行股 當然了 不得不提都是匯豐 匯豐這幾天其實已經跌到穩定了 最低穿過28元 即是23日星期三的時候 去過27.5元 今天就沒有再進一步下跌 即是沒有穿這個27.5元的底 當然了,跌的時候 最後都是要跌1.5元 但你看到開始穩定一點 但不是說現在就會反彈 我覺得 因為你看到還是一浪低於一浪 由年初 50多元一直跌下來 真是慘 都腰斬一半 現在市值 匯豐市值 只剩下5,820多億港幣 5,800多億港幣 大家知道 其實恆生銀行 他的兒子都有2,000多億港幣的市值 匯豐指全球業務 其實其他的業務 差不多都可以說 不是很計算的 因為他只是計算 你想想 他拿著恆生 他自己在香港那些業務 還是賺錢的 或者亞太區還是賺錢的 都值5,000多億 即是在歐洲其他地方 基本上都當是撇曬 這樣就很慘 跟大家說一個 真是很慘 除了對比恆生之外 他的兒子都值2,100多億 這樣都不止 大家知不知 渣打現在市值多少 渣打銀行現在市值 港幣是10,950多億 即是說匯豐現在只有半間渣打 你想想 匯豐以前大過渣打幾多 現在渣打是匯豐差不多的市值 匯豐真的跌得很慘 問題是慘不代表他會升 而是市場看得很淡 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另外 匯豐之後 今日最焦點的本地銀行股 就是東亞 這隻已經剔出了恆子成份股 今天大跌11.7% 市場對它 其實它有一個重組計劃 就是會出售受險業務 東亞人壽會出售受險業務 但是說出售受險業務之後 市場似乎就不太受落 如果真的受落的話 它就沒有理由今天大跌 跌到下去今天收14.02% 最低的14元齊頭 六月份的低位13.85元 要注意 如果你還拿著股股 還沒走的話 這個位如果真的跌穿 收在旗下13.85元之下 真的大家要小心 因為它再落堆下去 可以是很深的 東亞銀行現在跌到這樣的時候 市值又剩下多少呢 真是不好意思 這隻現在剩下408億市值 408億銀行做了這麼多年 本地銀行股 大家都知道 李氏家族做了很多年 李氏家族 現在它的P-book是多少呢 只有0.4多倍 當日如果國號買它的時候 管理層肯出售的時候 當端股那時候 起碼都P-book值兩倍以上 不三倍都兩倍以上 現在P-book只有0.4多倍 0.5倍都不夠 有時真的成天敗 就是一個決定 現在跌下來 我自己擔心一下 很可能會跌穿6月的低位 所以如果真的跌穿 大家真的要走 會不會太遲了 會不會什麼 有可能是遲了 已經一定是事實的 但是大家要想 如果再跌下去 你真的想著守的話 如果你真的想著守的話 你做這個決定 就好像等於我剛才這樣說 管理層當日國號說要收購 或者買去的時候 就不願意賣 同樣 做了這個決定 就要承擔之後 就一直跌下去 那會痛苦 講完了 大家明白 好了 不單止這幾隻 其實內銀股都跌得很慘 內銀股裡面 先太工商銀行 四大內銀這樣 今天跌2% 收4.02% 內銀 其實如果說工行 年初至今 就跌了33% 這樣就高息 現在的確高息 如果說工行 現在有7.3厘息 7厘三 問題是怕它派不到 其實上半年 整體內銀 因為受到國家要求 讓利1.5萬億 上半年讓利8千億 下半年再讓利7千億 上半年 所以內銀的業績有少少倒退 來看 很可能 現在在銀行風暴之下 很可能未跌完 如果你現在不走的話 就是想著收息 我相信它都會派息 問題是否會減息 減息 減也會有個譜 不是像外面的銀行 一減就不給派息 完全不派 應該不至於這樣 但是不要看著有7.3厘 就覺得現在湧進去 一定收到7厘三的息 可能要打個折 例如打個7折 這樣計算 大概5厘息 如果你覺得5厘息是OK的 那你就有機會博 但我告訴大家 大家要注意 有機會進一步下跌 好了 除了工行之外 建行又如何呢 建行今天都跌2.3% 又是了 再看工行 這個其實是3月份的低位 如果用相對行指來看 這個是21,139點 就是21,18點的水平 然後9月的低位都跌穿了 建行一樣 這個是3月份的低位 這個是9月份低位跌穿了 最近跌得很急 受到所有銀行股 全世界所有銀行股 現在都是比較弱 除了美國那些 稍微沒有跌得那麼急 因為它有自己的因素 其他的銀行股都弱 歐洲那些弱 現在跌下來的時候 今天收5.06 年初至今 建行跌了25% 目前的息率都有7厘 7.07厘左右 7厘可能派不到的 又是打個折 7折 如果這樣來看 都大概接近5厘 如果你覺得這個息都OK 那還可以守住 否則的話 大家都要預了輸數 還有進一步下跌的空間 因為剛才說 是因為整體銀行股的問題 不只是中資銀行股的問題 何況中資銀行股 都是受到國家政策影響 都是要讓利 可能下半年的業績都是一般的 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才行 農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 給大家看看 3月份的低位在這裡 跌穿了 9月份的低位跌穿了 近來 今天再跌2% 收2.41 農行今年年初至今 跌了三成 現在是30% 息率高不高 有8.4厘 如果打個7折 這樣都有5厘、6厘的波 相對比較高息 但又要注意 其實你看到 剛才那兩隻 即是三月份的高位 三月份的高位 和九月低位 三月份低位和九月低位 相差都比較遠 建行已經近一點 農行更近 很近 即是三月份已經很弱 它有8厘多息 根本是因為跌得很多 它一開始已經跌得很多 其實這些是前期已經是走弱的股 前期都已經走弱的股 只要小心 市場根本對它一直的觀感 都沒有這麼理想 所以它派到高息 是因為價格相對比較低 所以才有這麼高的息 無論如何 你說我真的收息 這隻是高息的 另外還有一隻 一樣是這麼高的 就是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也是 這個很近的 就是因為前期都已經跌得比較多 中國銀行是最高息的一隻 今天跌2% 去收報2.41之後 年初至今跌了28% 但它的息率有8.8厘 8.86厘 很高 你說如果打個七折都好 可能都有6厘以上的息 這麼高息 為什麼 剛才說 都是因為市場 根本一直都是看淡 所以它價遠 價跌得很殘 所以才有這麼高息 如果你打算收高息 你就要預算是價殘 這個問題 反彈都未必很有力 所以 其實現在內銀行股 和國際銀行股 或者本地的銀行股 同樣受到 很多投資者不喜歡這些股 不是很喜歡 所以才有這麼高息 所以不要貪高息 就買進去 你如果真是為了高息而買 你就要預算價格 可能要捱 要搜 我不是說它沒有機會反彈 但我相信內銀是會比其他銀行股好些 雖然它可能應該都是有懷賬 有什麼問題 一定有的 這些肯定 不過 它相對都會好些 都會有牌息 你打算收息 可以 但是你要記住價格 要捱 那你說我不想捱 那怎麼辦呢 那就不要搞這些股 或者 你持有的後反彈 你都沽出 不換馬都好 你先拿著現金 後低才再考慮 或者真的換馬一些 有增長型的股份 可能更加適合 或者你經常都這樣說 我在匯豐 你移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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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股份 如果賺得到的話 你就很願意移動出去 不只是收息 買股票 買股票 固然 希望有收到高息 但是 不是因為股價跌了 你收到高息 不是這樣 而是 希望它有增長 賺得到多錢 派多些息 給你 然後你可以有高些息 是這樣 不是因為股價跌而高息 所以兩個概念是不同的 現在內銀 就是因為股價跌 所以高息 所以大家要小心 好了 總結而言 現在 銀行股風暴期間 要小心 因為曾經 在2008年 美國銀行出現過風暴 2011、2012年 歐洲銀行股出現過風暴 都搞到港股是偏遠的 這次港股和銀行股 都是受到銀行股風暴的影響 我覺得重要性更大 科技股的影響 所以今天跟大家特別講的題目 銀行股現在偏弱 你看它高息 但是你要小心 它高息是因為股價下跌 可能遲些更加高息 因為股價會更加跌 好了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